嗯 上課時間到了這個在外面在一樓 二楼三楼或者楼上的同学 请到教室来上课 上课时间到了 二楼三楼 还有楼下的同学上课时间到了 请到五楼教室来上课 一楼三楼 请赶快上课时间到了 请赶快上来 楼下还有人吗 还有人 还有什么 在找东西 在二楼三楼 在三楼三楼 在三楼 这里 起立 都還在念書 大部分 您呢 妳是 職業婦女 這次不是因為爸爸 也不是因為媽媽長輩安排自己來的請舉手 是爸爸安排的請舉手 是媽媽安排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所以大家都是因為爸爸媽媽 因為那個我們沒有辦法選擇的爸爸媽媽叫我們來的嗎 可是我這樣問不知道好不好 那你們自己來有沒有想要知道什麼 或是有沒有預期 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用個大家一兩分鐘的時間 從最左邊這位同學 然後我們簡單的 你們可能已經自我介紹過了 可是我想說也讓我認識你們 我們從這邊開始 那我想剛剛已經透過舉手 我們知道大部分都是爸爸媽媽安排來這邊的 但是來到這邊以後 總有一些 希望或是有一些問題 我們聽一下好嗎 從 你開始 那那個 有沒有一個麥克風 你說老師我要講什麼是不是 你有沒有期待 沒有什麼期待 沒有什麼期待 先來聽聽看對不對 聽了以後有什麼收穫嗎 有什麼想法 還沒有 好 那沒關係我們就很快速 我只是知道一下 第二位 好 因為我來之前 我媽就一定跟我講過 這一段 然後我現在只是想確認說 中華民國 有一天會被趕走 那我想知道正確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時候 好第三位 好 我也是 來這邊之前就聽過了 所以 就 沒有什麼期待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已經 聽很久了 我是根本聽不太懂 他們在講什麼 因為我 就是 你們講的那些 我都沒有讀過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沒關係 講一下 至少名字 我是家長 這個在五年前的時候 在好幾年前 在網路上 因為就是朋友的關係 他就把這一個 我們這個 林志森林秘書長 他在 對這個 台灣的這個 回到歷史的原點的 這一些的問題 跟向美國提高的一些問題 然後 這一個 我的好朋友 從高雄就打電話 就告訴我這個信息 那那個時候我就 那剛好 林秘書長 到台東嘛 到台東 那我也去聽 這個 林秘書長 講 有提到這一些的 內容 那我就緊接著 就抽空 就 上 上來這一邊 深入 做深入了解一下 我是 退休的老師了 是 老師叫什麼 名字 不好意思 我姓廖 廖培清 培 做台東 培是培的 培養的培 清水的清 四年一般的了 廖老師 嘿 那個 自我介紹一下 你好 我叫廖亞婷 我是廖老師的女兒 蛤 我是廖老師的女兒 我爸爸 對 然後我是 因為他告訴我這個質詢 所以我才過來的 那 你是覺得太難 聽不太懂 聽得懂 但是 我覺得消化需要一段時間 去思考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一下子 那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對 比較遠一點的感覺 好 下一位 你好 我叫潘家涵 那 我也是因為我爸爸 就是從 之前就在這個組織裡面 那 因為我也聽說很多他的那個 一些論述啊 或者是 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 比如說他們現在發什麼 身份證啊 還有那個 之前有護照啊 然後 有做一些 比如說像內政的那個 行事 那我現在是想要知道說 他們現在的進度如何 就是 所以你有一點好奇 對啊 你媽媽派你來的 我爸爸 沒有 我是說你媽媽派你來了解 看看你爸爸在幹嘛的 呵呵 你自己喔 有一點好奇 就是 對 好 那 我們剛剛是說 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 就自我介紹 或是說為什麼來這邊 或是有什麼期待 這樣子 呃 我是台東人 然後 就是 這是我爸介紹我們來這邊 就是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 剛開始對這個活動 還算蠻有一些質疑的 然後 但是想說 就是 來 聽看看他們是怎麼說 然後再了解這邊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觀點 跟想法這樣 然後 所以我就來到這裡 然後來聽這三天的課程這樣 叫什麼名字 呃 我叫廖玉祥 你也是廖老師的 蛤 不是 蛤 蛤 他是弟弟 所以你們是家族就對了 那你聽了三天有什麼感想嗎 感想 就是非常好 我在想可能 是對爸爸在做的事比較了解一點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也可以有不同的關聯 有的人是 媽媽派我來了解到底爸爸在幹嘛 為什麼 常常這麼 電話這麼多 然後常常外出 然後錢都不拿回家 那有的是說 欸 我對我爸爸很崇拜 所以我來了解一下我爸爸做什麼 那有的是想說 欸 我爸爸做的事情 如果我 沒有啦 是我爸逼我來的 呵呵 好 我們來看下一位 我叫劉怡智 你也姓劉 對 喔 劉怡正嗎 怡智 智 智 智是什麼 智氣的智 智氣的智 好 就是阿公叫我來的 是阿公叫你來的 對 然後 然後 他平常都會講一些這方面的事給我聽 所以想來這邊聽一下更詳細的內容 OK 所以你本來就有點興趣嗎 有一點 有一點 好 等一下有一點要讓你再發言 我們再 你好 我叫李婉秀 婉秀 然後 然後是爸爸叫我來的 然後 沒什麼心得 那來了三天 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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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什麼期待 我常常聽她講都習慣了 你聽她講已經都習慣了 所以你覺得來這邊聽的跟她講的差不多 是不是 嗯 好 那 你好 我是林蒂玲 我是陪我女兒來的 對啊 那你要不要發表一下 蛤 嗯 本來是覺得跟我以前老師講的學的都有些出入 對啊 可是現在覺得慢慢有些期待 好像 國家越來越有希望 對啊 好 好 我叫楊綠 然後 就是 我爸也是這裡的人 然後叫我來 就這樣 那你有沒有什麼 期待 或是 收穫 就希望以後 會比較更好 誰更好 台灣 好 呃 我叫林造立 我是台中人 然後 就是我爸媽 我大舅 我表姐 都是這裡的人 哈哈 對 然後就是算是半逼來的 半逼來的 就本來沒有來 就 誠實度很高 就誠實度要來就對了 就是 還自己叫我坐車來 對 然後就是 本來就聽過這些東西了 然後就覺得 如果可行的話當然最好 他意思就是說 沒人都可以有房子 都可以有車啊 對 然後就不會像現在很多 像我朋友他們有些家境很好 有家境非常不好 對 然後就生活還蠻痛苦的 然後 動不動就說什麼 什麼想死啊幹嘛的 算是開玩笑啦 對 然後覺得如果這樣子的話 台灣就只能有救 對 好 那個 因為我們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試一次 就是說 如果你們 照我剛剛 自我介紹那個方式來 自我介紹你們自己的名字 然後讓大家記起來 假如 我們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會這樣跟大家玩一次 不過我希望這個東西 變成您的功課 因為 好像 我們累積了更多經驗 所以我們的名字 我有說你們這一代的名字 有的還更困難 你們的名字 那個字都還是照出來的 所以 要用更多的解釋 才能夠讓大家了解 那個名字是什麼 那如果沒有透過解釋 其實坦白講 都不太記得住 所以這個部分留下來 就當功課 我剛剛聽到一個 我們彼此共同的共同點 我直接把它講出來好了 就是 我希望台灣會更好 是這樣嗎 你是嗎 你是嗎 希望台灣 未來會更好的請舉手 好 那所以我們從這裡就開始有連結點 我們都覺得台灣現在不夠好 那有很多人可以講出很多不夠好的 原因跟理由 譬如說 有的人 在我們隔壁 就想要死 有人就沒有工作了很久 那有的 就很多 我想如果現在讓大家開放一輪 來講 你們希望台灣怎麼樣 變成怎麼樣的台灣 你們會覺得比較好 我想這個應該 每個人都會有意見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那你如果現在覺得台灣不好的地方 其實同時就是你覺得 這個如果改變了以後台灣就會變更好 我們很快速的聽一下 就一輪就好了 從你開始 我覺得 你是不是希望台灣變更好 哪一點 一點就好了 那我先聽你們講 讓年輕人 對未來更有希望 更容易找不到工作 那你呢 我講了 你不可以跟我講 你是什麼 你希望台灣怎樣變更好 你希望台灣怎樣變更好 好等一下回來找你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有麥克風 因為我們人民交了很多稅嘛 然後在台灣的建設上 很多官員都會 會 不是拿這些稅金 全部去投入台灣的建設上 他們會放口袋 一部分 你相信齁 對 我希望說這個 以後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貪污啦 對 貪污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他們只能領薪水 不可以 對 就把一些東西放在口袋裡面 官商勾結 就是 他們讓一些建商 去承辦這些案子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讓他們 口袋裡面放錢 你嫉妒他們嗎 並不是 我覺得這樣不公平喔 因為 人民付多少錢 就應該全部投射在建設上 其實更嚴重的是 因為官商勾結之後 那個本來要拿來做成本的 譬如說他發包一個大禮堂 那他拿了很多錢 譬如說拿了兩 總共金額才兩億 他拿了五千萬 給 給那個 放在口袋裡面 第一個他想要承包對不對 第二個是什麼 他一定偷工減料嘛 不然他要賺什麼 所以其實 除了不公平以外 也很怕公共 封城的部分安全 安全 好第三位 你希望台灣 只要一點就好了 像教育可以再更好 怎麼樣更好 就 比如說 像 不要再有古文之類的 就 就有一些東西是 應該我們要自己去選 我們自己想不想讀 那那些東西到底有沒有用 就 不要 還要 就是還要再神聖思考吧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教育是家長或是老師 或是專家給我們決定的 那我們自己可不可以決定 那大家都沒有去問一個問題 教育是不是商品 因為 因為教育如果是商品的話 我們 鞋子 我們一定是買合腳的 我們一定買我們喜歡的 對不對 那一定可以讓我們挑 那教育可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他很關鍵 裡面也有老師 也許我們可以對談 好 可是現在總是覺得教育不夠好 就是那個 就是台灣他們就是 比如說就是街道上 或是公園上 他們就是 比如說去那裡走過 然後吃完東西就是 比如說他旁邊有放垃圾桶 就是不會丟 就是衛生環境就是很不好 然後那些 瓶瓶罐罐下雨過後 都會有那些積水 所以那些病沒完才會那麼多 就是 就是這樣子就會 就是影響人民的健康 我問你一件事 如果 你想像他在他們家裡面 他可不可以這樣亂丟 盡量做到最好 就是 在家裡面比較不容易 因為有的時候會被罵對不對 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奇怪 在家裡的行為跟在外面 就沒有 在外面因為搞不好 警察看不到 就沒關係 對吧 因為我們就不會想要去 維護一個公共的衛生 比較沒有這種道德心 尤其是那個 中國來的路客更糟糕對不對 好 你有沒有希望台灣變更好 好 講一點就好了 那更近 交通 覺得現在太容易塞車了嗎 是 是什麼 講 你拿近一點 有的人開車太快 開車太快 我去日本 我去日本 我去別的國家 我才發現 他們真的會禮讓行人 其實我們好像是兩年前 也開始有這個規定 就是 行人在過馬路的時候 不可以按喇叭 不可以催他們 那有一次我覺得更離譜 是我去日本 我發現那個 就 他們日本的那個巴士都非常準時 可是 譬如說 要到下一站 他們要先按鈴對不對 我發現他們按了鈴以後 然後車停好 就慢慢 因為有些是老人啊 他就走路 就這樣慢慢慢慢的 然後就停下來 讓他們這樣走下去 那個老人都不會慌張 我覺得好奇怪 在台灣不是這樣對不對 台灣下一站快到了 你要趕快衝到前面去 然後你 還怕司機罵你 然後趕快下車這樣子 有時候有一些 老人家 就覺得他們好危險 可是原來其他國家 不是這樣子 好 下一位老師 當然 我們首先從了解到我們這一個 台灣的這一個地位 至少要讓我們台灣能夠像 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有同等的這個平等的地位 那個地位 沒有平等地位 會怎麼樣舉一個不好的 好不好 當然像WTO或者是說 這個WHO WHO 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不能進去 我們不能進去嘛 那WTO有一些的話 我們都不能參與嘛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不能沒有被人家認同嘛 那所以說我們當然能夠希望 我們能成為一個 人家所認 世界所認同的國家 讓我們國家 非常的安定 那在一種百姓方面 能夠非常地複數 像這個西歐的這個歐洲的這個 這個瑞士一樣 蕭蕭的國家 但是呢 人民的生活很好 這個是我們的希望 當然希望我們的新的執政者 能夠在這一個 美國金政府的輔導之下 讓我們自己創立我們自己的國家 就這樣 謝謝 那個我等一下 從廖老師這邊開始談起 其實大家有沒有出過國 有出過國的請舉手 所以還有一些人還沒有出國 想不想出國 未來有機會去玩一玩 好 我要跟大家講 有的你出國 其實你只要拿一個PASSPORT 就是護照 你就可以去英國去法國 去德國去捷克 你幾乎全世界不用再辦那個什麼簽證 可是有的到海關他會攔你攔下來 而且以前 現在旁邊比較沒有的 以前幾年前 有時候就會叫你脫光衣服檢查 然後P說你只要有一個什麼 有問題的話 不讓你打電話 然後給你關個兩三天 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 其實簡單講 你後面的眼睛 你的後台如果比較硬 你是一個強國的話 你那一張 你們自己國家花的附照 全世界都可以承認 你到哪裡都可以 你不用浪費一天時間 像我們現在講完課了 大家突然想到說 我要去法國 我們下午去買的機票 我們就走了 可是台灣不行 你要辦簽證 除非那個國家承認你 那如果有些更不 對我們更不友好的國家 你甚至都還要怎麼樣 到那邊 他真的你只要出了問題 他就叫你脫光衣服檢查 以前常發生這種事 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題目是 你希望台灣變更好嗎 希望 你講一點哪個地方 我希望在那個環境的保護上面跟觀光和發展上面可以越來越好 環境保護還有觀光喔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台灣很多地方很漂亮 可是 規劃的不夠好 然後 讓人家沒有辦法 就是第一眼就看得到這個地方最好的樣子 然後 然後 就是身在這個環境的人 就是 不懂如何去保護它 或是照顧它 然後跟 讓這個美好的東西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很可惜 對啊 我也是覺得 就是 你看 台灣因為地很小對不對 像現在不是什麼童萬節嗎 結果就塞爆了 結果去那邊大家每一個都站在 我有問我一個朋友說那邊好玩嗎 他說都是人 所以 假如 我們每一個地方都很好玩 而且都可以玩很久 你看現在 大家有沒有在台灣玩過 有吧 有沒有發現一件什麼事 我們都要玩那種大區域的 有沒有 然後 可是玩那種大區域的 譬如說像陸克來也是一樣 結果你就發現他一個地方待半個小時 我們有沒有賺到錢 沒有啊 因為就一群人趕快下車 然後又趕快上車 結果 只有去買那個什麼珍珠奶茶什麼 其他的都沒有人買到啊 沒有賺到錢 而且一個地方玩那麼快 那所有的時間都在哪裡 都在車上嘛 所以又製造了很多CO2對不對 而且又很容易製造很多車禍 對啊 一個地方可不可以玩兩個禮拜 在台灣很多人都說不可以 因為不好玩 有沒有辦法讓他變得更好玩一點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接下來 呃 我希望台灣的設計會更好 設計 對 設計方面的東西會更好 就是 因為其實台灣 台灣很多 像以陳一來講的好了 就是可能大家 都是看說 欸什麼東西賣得很好 大家就一窩蜂 就都在賣同樣的東西 台灣的設計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比方說衣服好了 可能這件T恤印的圖案是這樣 賣得非常好 就搭一個街 你就看到大家都在賣一樣的制服 就大同小 你是希望台灣能夠賺更多的錢 還是說 我希望台灣的獨創性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台灣的人很聰明 對 其實我覺得是 真的就是跟教育有問題 因為像我們的老師 他有時候 他教導你東西的時候 你質疑他的時候 你的分數就不高了 他會生氣對不對 對 他說你鑽牛腳尖 浩高霧遠 不務實際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就有一些 就是可能有一些知名的學校的老師 教授就是因為他們 會比較有自己主觀意識比較強 他最後沒辦法 就說你好偏激喔 對 他分數就給你很低這樣 哈哈 各位你知道嗎 像郭台銘好像賺很多 就用了很多人 其實他真的賺了很少錢 因為我們就是做那個代工的部分 而且那個部分很容易被搶 搶了以後 我們就優勢越來越少 只有什麼很少被搶 頭腦裡面的東西 就好像我剛剛在說的 我在說 我們到醫院去的那個過程 有一些朋友 因為你們的年紀 還沒有到自己的爸爸媽媽住院的那個階段 所以會覺得說這個故事比較遙遠 可是先把這個故事存著 未來你們都用得到 那也許過了不久 你們就會結婚生子 那如果你們小孩子是有這種 比較特殊的病的問題 早上發現必須跟醫生打交道 必須跟政府打交道 必須跟一個有權威的人 像過去就是跟老師打交道 我們至少要先站穩 我們其實打交道是有道理的 好 我是希望台灣更好 然後希望有更好的政治環境 還有媒體的環境 像是因為現在新聞媒體啊 都很很亂啊 比如說很多新聞什麼捏造 或者是誇搭或是渲染 他把那個新聞變得好像是在演戲一樣 就會造成什麼社會動盪啊 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 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政治環境 就 常常會出現什麼槍擊啊 還有什麼 會選啊 很多啊 然後就是每天打開電視都看得到 這種 就會讓人對政府很失望 對政府失去信心 媒體為什麼很重要 媒體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我們所有的判斷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聊天嘛 我們去Google 其實網路也有很多 都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很希望網路 那個媒體能夠怎麼樣 說實話 他給我們正確的資訊 我們才可以判斷啊 是不是 那如果他在那邊演戲 我們怎麼知道 到底真的是什麼 好 我希望台灣的體育運動方面會更好 就 像比較冷門的運動 或有些不知名的選手啊 可能 國家對他們投入就沒有很多經費 所以訓練也比較辛苦 也要等那些選手比較出名的時候 國家還注視著他們 可是這樣也 就本末倒置了 像那個 前一陣子吧 那個是誰 我忘記了 本來要被判死刑對不對 就是帶那個 帶那個什麼東西 帶那個好像是會爆炸的議題 然後到做那個什麼 飛機有沒有 一個運動選手 我舉這個例子 要所有就是說 因為政府都沒有去照顧他們 他們可能是什麼 全世界十項的冠軍啊 或什麼的 可是後來就 做農連溜連對不對 不但沒有辦法 農連溜連就是 就也不知道做什麼 這樣子 然後甚至有的人還變成 此行犯 看起來好像蠻可憐的 更慘 好 我覺得 我希望台灣會更好 然後就是 像 有時候 那個颱風快來了 然後有些人就會先 把那些菜啊 一些農作物 先大量收購 然後等颱風過後 就囤積 然後再大量賣出 然後就會造成那個 物價上漲 對 就是 這個裡面好像會有很多 自私的生意人 對不對 就只是為了謀取暴力 嗯 可是我們發現 政府為什麼都不管這些事 是這樣嗎 還是管的都沒用 可能也有得到一點利益吧 也有得到利益 所以你們對政府不太相信 好 我是希望 如果台灣的政策好一點的話 那許多中小企業啊 廠商就不會外移到大陸去了 外移去大陸其實很不好對不對 對啊 譬如說 我們的先生到那邊容易包餓奶 餓奶啊 餓奶啊 然後不然的話 就叫我們全部都搬過去 可是我們 我每次在想 其實很多人說 你去中國 你最好晚上不要出來 對不對 因為治安 還有他們 我們現在一個塑化劑的事情 我們就討論成這樣 可是其實在那邊 我想問各位 如果你們去中國玩的話 路邊攤 像魷魚羹啊 你們敢吃的請舉手 不敢吃的請舉手 對 那個就是一個社會信任 國家信任 環境信任的問題 我們不信任 可是為了要賺錢 就只好冒著性命跑出去 對啊 可是這樣造成很多中年失業啊 經濟問題啊 因為老闆跑走了 錢跑走了 其實人是留在這邊的 好 中年失業是蠻慘的 各位你知道嗎 因為 你看我們所謂中年到40歲吧 50歲 甚至有得到60歲 那因為現在晚婚喔 40歲有時候你的孩子才5歲 35歲才結婚 那60歲呢 你的孩子有時候還在念大學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還要念研究所 所以只要他失業了 其實全家就完蛋了 好 換你 我是希望就是 台灣能成為就是 就是最強的中立國 最強的中立國 最強的中立國 你的志向好大齁 我們聽你說 為什麼 因為這樣就 不怕人家對我們威脅 對不對 對啊 就像瑞士和那個 瑞士瑞典那樣 對啊 我們怎麼樣製造到 全世界都需要我們 那我們發生事情的全世界都可以保護我們 對不對 好 換你 剛剛議題是從你這邊引起的 你希望台灣會更好 對 就是我希望警備方面的管理跟教育 就是要真的要從 警備 然後去圍酒家的圍酒家 對啊 對啊 然後就七三趴二 聽說台中那個槍擊案 然後在那邊喝茶的都沒事 對啊 然後就是七三趴二 就是欺負我們 就善良的民眾啊 要走就走 好不好再衝啊 小小 好 我們講到這邊其實 我上一個小時問大家的題目 已經有了答案 我們發現 我們都很希望 我們在的這個地方他會更好 那在的這個地方不是只有地方而已 我們希望這裡的人會更好 那我們都對誰有期待 我們都覺得不是我們自己更好可以解決的 需要怎麼樣 政府政治要更好對不對 可是我想跟大家講一個外遇的故事 一個家庭 男生跟女生結婚啊 那假如那個家的先生有了外遇 或是太太有了外遇 然後在外面又生了一個小孩 我想問大家 你們用同樣想好了 因為很多人可能未來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你會相信 那個先生那個爸爸 他會把他所有賺的錢都拿回家嗎 相信的請舉手 不相信的請舉手 對 你相信有一天 如果你的媽媽 因為生病了 然後 或是你們家隨時出了什麼事 你的爸爸會 不管他在哪裡 立刻跑回來 幫助我們 幫我們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謊 贊成的請舉手 你認為他一定會立刻跑回來 他有外遇了 他一定會立刻跑回來幫助我們 然後沒有找藉口 相信的請舉手 不相信的請舉手 我不相信 我要說的就是這樣 其實家跟國家是一樣的 國家 國家就比家還要大 你家庭的成員 如果我們沒有別的地方 我們沒有第二個家的時候 我們只好吵架在這裡面 但是 我們至少沒有第二條路去 我們會坐在那邊 大家找到解決的方式 更容易互相愛對方 可是 當沒有這個範圍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沒有結婚 同居 我想問各位 有人就說 相愛就好了 不一定要結婚 同居也可以 可是你知道同居了 現在大家在弄一個同居房 為什麼 因為 也許你已經跟他住十年了 你跟他住了二十年年 他生了小孩 但是他有一天 你的同居人發生車禍了 他死了 你才發現原來他有三百萬 你拿得到一毛錢嗎 你拿不到 你沒有辦法有法律的保障 你帶出去外面給朋友看的時候 他不要帶你出去 你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愛情 只是 每天 大家看得很高興 這樣而已沒有 不是啊 還有一起生活 還有很多社會的生活 還有孩子生下來以後 孩子要教育啊 後來發現 糟糕 原來他沒有離婚 我這個孩子已經長大了 這個孩子還不是我的名字 我沒有辦法念書的時候怎麼辦 這孩子 有了殘障 他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辦法爆出聲 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必須要誰來解決 都必須要回歸到 我們說的 他是一個真正的家庭 他就比較容易 因為現在目前的 政治是保障真正的家庭 一樣的 我們剛剛講到出國 喜歡出國以後 莫名其妙被搜尋 然後被扣留三天了 請舉手 沒有 喜歡拿著一個護照 我今天下午臨時 有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 在美國 他們有一個煙火節 很好玩 叫我去 我剛好可以去 那我就立刻可以出去 那去了美國以後 又有一個朋友在英國 又說 那我們去了美國再去英國 喜歡這樣子的請舉手 很清楚 我們問一件事情 為什麼菲律賓的人 來我們這邊做非勞 為什麼印尼的人 到我們這邊來做印勞 為什麼 他們國家比較弱啊 他們有比較笨嗎 沒有 我常常看到 我們來的人都好聰明 學習能力都好快 雖然我們學了十年 英文都學不好 他們來幾個月而已 中文就說得很好 他們有沒有比較弱 沒有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國家比較弱 因為他們的錢比較不值錢 所以國家重不重要 說到這裡 還是覺得國家不重要的請舉手 覺得國家 而且要有一個好的國家 好的政府 很重要的請舉手 我覺得很清楚 那 可是 我們會聽到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同學 跟我們說 不要緊 不要緊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再問嗎 有人都說 那國籍可不可以自由選擇 可不可以 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不可以 我剛剛有講過了 我們可以移民嗎 我們可以依親嗎 可是有很多人不喜歡離鄉背景 離鄉背景的人 通常都有一些特殊的動機 譬如這個地方真的活不下去了 因為有乾旱 有水災 沒有辦法我們就離去 或是因為我們比較強 我們就讀書啊 我們就有機會 我們就到國外去 可是大部分的人 其實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除了國家以外 我們還希望什麼 我們還希望 我們可以跟 語言可以相通的人 然後我們可以相信他們的人 可以在一起 對不對 還可以一起努力 剛剛有人說 希望這個國家變更強 希望這個政府變得更有為 希望教育能夠更活潑 希望我們未來可以更有前途 希望不要 我們的鄰居動不動就要自殺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希望 而且這些希望都是在政府身上 可是我想要問 政府也是人 如果他的心 不在這邊 因為他也有小孩啊 有很多人 他其實可能是逃難來的 過去啦 他心裡一直很害怕 在發生戰爭 所以他已經在美國 他已經買好房子 他已經變成美國人了 他的小孩都送出去美國 或是現在可能送去中國 我想問大家一件事 這樣子的政府 你相信他會 全心全意的為我們著想 相信的請舉手 可是我們知道有多少 這樣子的政府嗎 其實很多 為什麼政府會想要攤財 想要往口袋裡面那個 因為可能他做四年 可能他做八年 那這個時候不撈 什麼時候撈 反正撈完了以後 接下來就退休了啊 或是接下來我就不在了啊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需要一個國家 好 如果我們真的很需要一個國家 而且是一個被外國能夠承認 而且能夠敬重的國家的時候 怎麼辦 誰要努力 國家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相信國家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請舉手 不是 常常很多我們的長輩 都去比喻 比喻說台灣人的命運很像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然後四周都是那些奇怪男生都被人家長得很壞 其他都是一些色蜜蜜的男人 來了他就要玩他一下 所以沒有一個人願意真正為他著想 我們希望的不是這樣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接下來會有很多的問題 開始變得很有意義 我們至少希望那個範圍是固定的 我們希望裡面的人 他也像是家庭的一份子 沒有外遇的爸爸沒有外遇的媽媽 我們的心就是在這個家庭 這個心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國家 那我們就開始會去想 想什麼 我們就開始就會想說 我們的孩子要長大 我們的孩子要受教育 我們要開始存錢 我們的孩子長大以後 他要結婚 我們要存錢 我們要為他設想 我們要幫他買保險 他要教育的問題 我們開始就會想很多很多的事 我問你們同居的男女朋友 會去想這麼多事嗎 不會 外遇的還有一夜情的 會去想這些事嗎 不會 他們不會去想 這個地方怎麼樣長治久安 這個地方怎麼樣永續發展 這個地方怎麼樣 以後 甚至我們現在發現 雖然區域經濟很重要 雖然我們很會 怎麼樣 去外國做生意 可是我們常常會發生糾紛啊 一有糾紛以後 誰可以幫我們背著國家嗎 那個國家如果他很強的話 我們就不會莫名其妙失蹤啊 各位你們知道嗎 從我們去中國經商到現在 有多少人莫名其妙就失蹤了 不見了 那可能就被判死刑 說他是間諜罪 你們喜歡這樣嗎 不喜歡 可是我們為什麼還去 因為我們就覺得 奇怪台灣的政府好像不夠照顧我們 那我們到那邊去我們覺得 也許不會那麼倒霉吧 所以台灣人都要練就一番好功夫 才能夠活下來 而且活得很沒有保障 可是應該是這樣子的嗎 那這樣子我們要政府做什麼 我們要國家做什麼 所以我們是要國家 而且要一個好的國家 那誰可以努力 沒有辦法 就是這些人 這些什麼人 會問問題的人 我要用兩分鐘的時間講學運 學運的發生 從學校內部的民主開始 有的人就說 為什麼 其實是少數人 那些人他們編 你知道我們在學校都有編校刊對不對 結果他們發現說 奇怪為什麼會校刊 我都要先送去 什麼訓導處 加入處 或是學生什麼處 去審 然後發現這個不可以 批評老師的不可以 批評學校不可以 有時候講到政府的不可以 全部都怎麼樣 退掉 有時候來不及退 整本那個時候就不能出刊了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那要成立社團 為什麼有的社團就不可以成立 所以就開始問為什麼 然後後來我想是經過了1989年 就是六四天安門的事件 那時候就有一群大學生在中國 大家知道六四吧 知道了請舉手 對 其實他們就是想要說 要求更民主這樣子 就出來 站出來 就被坦克 就這樣 有人就用坦克就壓了 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政府我們付錢給他 我們選他出來 他是拿來對付人民的嗎 他是用坦克車來對付人民的嗎 第二年 1989年 其實那一年也發生了 鄭南榮自焚的事件 我在猜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知道鄭南榮我請舉手 對 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跟大家講 他也是台大哲學CBA的 我也是 那他也是在做雜誌社的編輯 那個老闆 後來他出的刊物也是被人家禁 結果他很激烈 因為他 他登的是一個新的憲法 他認為說 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 大家都能遵守的法律 那個法律是很重要的 那他去引進了一個憲法的草案 是只有這樣而已 政府要抓他 那他很激烈 他說 你可以抓到我的身體 你可以抓死的 不可以抓活的啦 簡單講是這樣 後來他就在裡面自焚 也因為他這樣子 有人說 我幹嘛要做這種事 可是就因為他自焚了 後來台灣的民主 就很快速的 發生了很多改變 包括以前報紙 我們說報禁 報禁的原因是什麼 說因為紙張太少了 所以不可以這麼多的報社出來 不可以那麼多版 然後像我在做廣播 廣播的頻道 因為頻道太少了 而且頻道常常都會打到飛機 各位廣播頻道會打到飛機嗎 根本打不到 所以他就這樣亂講 結果就說 我們不可以設立廣播電台 結果現在廣播電台有400台耶 可能還可以更多 以後數位化還可以更多 還可以無限 可是當初就這樣講了 那一直到1990年的時候 大家開始思考 那時候思考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 奇怪 我們不是說民主民主嗎 那民主不是我們自己可以選人出來嗎 選出來當立法委員 或是當國大代表 那為什麼有一些老人們 從中國來的 那他們可能就從西藏 從新疆 從什麼 從慶 四川他們來 結果 他們都不用被改選了 他們都已經掉點滴了 有的還弄尿袋 有的是躺著 在床上這樣被推進來 因為他們還要投票 各位 告訴我 躺在病床上這樣拖進來的人 他能夠 聽得懂 那個時候 討論的法案跟預算是什麼嗎 你們認為可以的請舉手 沒有 可是他們投票 他們決定我們所有的事情 台灣 這只有增額補選幾個人 七八個人 我覺得好奇怪喔 那你明明都是在決定台灣的事情 為什麼都是那些老人們在決定 那時候有一個名字叫萬年國代 就一萬年都不用下台的 所以就有這麼年輕人 就是像你們這些年紀啊 那個時候的我也是那個年紀 我們就出來了 我們說可不可以讓老的 就退休吧 安養天年吧 可是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過去在公務人員也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很奇怪 公務人員的考試 譬如說需要100個人 它裡面就分啊 所以按照省級的比例 那台灣可能就 現在是35省還是幾省 我搞不太清楚 反正我們100個 我們大概分兩個吧 還是分三個 那我覺得很奇怪啊 那為什麼有一些人 來的可能是流氓 來的可能是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 來的人是 怎麼講 就是很年輕 14歲15歲 就當兵就過來的 那就 我不能說他們 智商不夠啊 可是為什麼他們要被保留 因為他們神奇的關係 我們現在沒有歧視他們 我們在想說 欸這樣好不公平喔 是不是很不公平 大家就開始在想了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剛剛從一開始的時候 要跟各位講的 如果我們不開始想 不開始問 不開始要求 而且試試看 欸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們沒有從這裡 然後沒有從我們的 慾望開始 我們發現說 你老爸還不夠貪 這個政府啦 不是的時候 他可能過來做什麼 他給你查睡啊 他可能就因為他這個產業 已經快要沒落了 他沒有去支持 結果集體 全部人都跑走了 我們就半夜 大家知道嗎 半夜接到手機的什麼 簡訊說 你被 你被 quit 你被 fire 了 我怎麼這樣啊 連講 那種人家半夜發簡訊 告訴我們說 我們被辭職了 各位知道吧 以前有一個名聲最好的 其美啊 幹了這種事 然後現在也有 我們不要這樣子啦 我們希望我們是活在一個 更安全更有保障 而且我們可以計畫未來的地方 而且我們想要買房子 我最好說一句話 我們在三十年前 常常看到有那種 嗯 那個 媽媽請你阿保重有沒有 這條歌有沒有聽過 這條歌聽過請舉手 有一些都聽過 那個小孩子到台北來打拼 她說媽媽我是阿英啦 還有三個月 我如果把這裡安頓好了 買了房子我就請你們過來 好三個月太誇張了 三年好不好 我相信在那個時候 一個從南部到台北打拼的小孩 三年 她就可以買房子 然後她就可以請她的 爸媽媽媽一起來住 她就可以開始計畫 要怎麼樣娶妻生子 我問各位 你們相信嗎 你們三年 畢業以後三年 你們就可以買到台北的房子 相信的請舉手 三十年呢 三十年也沒有人舉手 有人舉手 你買哪裡的 台北的嗎 中東府的 所以社會很不公平 而且你沒日沒夜 花了三十年以後 這中間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會過老死 你可能因為每一天都在工作 拼命的工作 你的小孩在外面混台妹 你不知道要跑掉了 你的老婆因為這樣子有了外遇 我們為什麼要沒日沒夜的工作 誰告訴我的 台灣已經是全世界 工作時數最長的一個國家的人 我們為什麼還不夠努力 我們為什麼還要一直工作 我們為什麼不能像那個 印尼的人 像那個義大利的人 聽說他們從五點吃飯 可以吃到晚上十點 我不知道怎麼吃的 可是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過著很悠哉的生活 為什麼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問的 而且都是合理 政府要幫我們做的 但是政府不是一個萬能的政府 所以當我們把人選出來以後 我們還要有主張 可是最重要的 我們又要一個殼 那個殼叫做國家 楊姬全夫人 楊媽媽她常說的一句話 台灣人 一直想說 我們要買好的家具 我們要買好的平衡 我們要弄好的地板 要弄好的地毯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決定 房子要蓋在哪裡 而且那個房子有多大的時候 各位我要問你 你買大沙發有用嗎 可能那個門不夠大 電梯不夠大 你那個大沙發 根本運不進去 你如果幹在水上 你的那些家具 完全都沒有保險 可以嗎 所以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必須要有一個 怎麼講 叫做穩固的基礎對不對 那那個部分我們 如果在公共領域上面 我們要說的那個叫做國家 否則的話 我們怎麼可以相信 我們的政府 到底把我們的納稅錢 集合了以後 他的錢是放在國內 在做建設 在做教育 還是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面去 還是就直接拿到國外去了 我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中國的那個 震災一次要拿好多億 40億還是幾億 然後等等的 就不知道 我們就沒有辦法知道 而且我們也沒有標準 而且我們講他了 他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不相信 所以可能今天我們講的 跟原來設定的題目 學運20年 不完全一樣 可是我想 今天 我很誠心的 想要帶給各位 就是這樣子 我們開始想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要會關聯 不要說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了 算了 反正想也沒有用 想的確有用的 我們回過頭去看 台灣的民主政治 就是這二三十年的時間了 有沒有用 台灣一直在變化 人類什麼時候上外太空 都是這最近五六十年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用網路 我們開始 什麼時候用電腦 就是 都是這幾十年的時間 而且 昨天 又是昨天 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再過二十年 人都不會死 因為我們有很多複製的基因 所以快速的快速的 一直在怎麼樣 產生變化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工具 那我們必須要問一件事 這些工具是要給有權的人拿去 給政府拿去 還是我們也擁有這樣的工具 我們可以有意見 那我想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問問題 沒有要求 我們就沒有開始 那當然 有的問題 有的努力 我們還是必須要不能後悔 有一套自己可以解釋的價值 否則的話 後面的人會說 你在做什麼 我們可能 上完課以後 會過頭 去跟媽媽打小報告 罵我 罵我說 那爸去那裡 都做那種很無聊的事情 都在那邊上課 講什麼 我都聽不懂 沒有辦法關聯 你還是你 來過這邊三天的 你跟沒有來過 其實 不會對你產生什麼影響 就是覺得很無聊而已 那我們可不可以 來解決這個無聊呢 不是我們來解決 也是你自己解決 那至少 這邊有很多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朋友 大家可以怎麼樣 交交朋友 互相關聯 為什麼一直在講關聯 其實對一個統治者 他最希望的就是 人民彼此不要關聯 最好 台北發生的槍擊案 跟台中是沒有關係的 最好 台中下大雨淹水 跟台北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把它連在一起 我們千萬不要去想 原來是整體的 什麼汙水下水道 雨水下水道 因為弄得不好 因為 什麼有問題 我們都不要想這些 我們最好都認為說 那個都是單一事件 不要關聯 這樣 最好統治 然後 人民都不要想 這樣最好統治 但是 怎麼辦 我想 這樣的結果 絕對不會更好 我們今天時間 已經超出時間了 我們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下個起立 一真 敬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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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